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大家好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凡素 今天我们来说说 穿衣服这件事 怎么穿 穿什么 才显得不那么low 本文作者黄张进 特意盘点了一道 为我们指点迷迹 为什么中国的大人物 都喜欢穿的松松垮垮 为什么西装革履的中国人 多数是推销员 衣服怎么穿 才能在气势上压倒洋人 在中国大陆街道著名 郑装出席的情景 不会有人把郑装理解为 燕美服之类的大礼服 即使马云 也才刚学会 不再把毛衣下摆 扎进裤腰带 知道怎么穿燕美服的人 不是魔术师 就是音乐指挥 有人试图将VIP们 正式穿着 2004年2月28号 几十位商界名流 身着晚礼服 齐聚上海经贸大厦 二楼宴会厅 3650支蜡烛 25位漂亮的女模特 这个企业家品位 与商业影响逆沙龙 将结束的时候 有人感慨 从这一刻起 中国企业家的品位 都会比四个小时之前 也就是沙龙举办之前 有所提升 举办方认为 中国商人上流社会的记忆 和贵族记忆 中断了一百年 所以要寻找我们 中断的贵族记忆 但是让大家扎堆穿燕美服 从着装品位上 追寻中断的传统 绝对弄反了方向 正式场合的穿着文化 中国与西方几乎是反着来的 在西方越是重要人物 就越得约束自己 一举一动都得绷着 为了穿得好看 还得约束自己的身材 在中国 西装领带始终一丝不苟的 多半是推销员 越是重要人物 才越不能在穿上 让自己受罪 把不舒服留给别人 这才能像个人物 任性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这才是中国中断的传统 它形成差不多正好一百年 而且居然被人接上了 我们先来说说中式大礼服 接上中国传统的是唐庄 唐庄其实并没有被遗忘 在设计师余英女时 想出唐庄这个光辉的名字之前 唐庄通常被人们称为兽医 2001年APAC会议上 各国元首统一套着唐庄亮相后 它一下成了非正式国服 唐庄可视为长袍马挂的一夫子 虽然行略有别 但神统源 而后者在民国时代 长期是服装的最高规格 可认为是事实上的国服 按通常说法 中山庄才是民国时代非正式国服 而且还有象征三民主义 国制四维 五权宪法的广泛说法 不过与史无争 而且无论蒋介石还是孙中山 中山庄通常更多用于强调国民党的场合 真正在全国推广了中山庄的应当是蒋介石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影响逐渐急于全国 他日后成了后来散布各地的国民党标准干部服 在礼服序列中并不具备最高位格 位格最高的其实是长袍马挂 孙中山则大半生都是标准西式装扮 晚年才与中山庄结缘 孙中山对后世服饰的影响远非中山庄这么简单 1912年满清退位全国掀起翼庄潮 脱掉松垮的挂袍 穿上紧窄西装 精神面貌顿时由食草动物变成食肉动物 但这股翼服风潮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中国几乎不能生产西装所需的泥料 不得不大量进口 而传统长袍马挂突然无人问津 绸缎店铺和裁缝店纷纷倒闭 洋装裁缝则生意爆棚 中华国货维持会不得不致电孙中山 希望礼服礼贯定为国货 孙中山当然是坚定的西装派 虽然同意长服听名字变 并展望将来西装衣料必然会用国货 但坚持礼服在所必更 且故乘此时机遇尽去其旧染之乌喜 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颁布的民国服制 虽然同样坚持服饰西画馆 男士礼服分大礼服、长礼服 大礼服又分昼夜两款 都为西式 而长礼服出西装之外 挂袍也被承认 中西并存 作为一种过渡 但如果此时为了有机会 穿得像个人物 花重金定做一套西式大礼服 很可能再也没机会用上 1917年后 孙中山突然借了西装 喜欢上了在原本被他认为应当格除的挂袍 只在正着一位象征浓厚的场合才穿中山装 孙中山不是一个人 因为率先穿上西装的先进分子们 这时纷纷改穿挂袍 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 战争爆发不久 一个西方知识界传来的声音 开始鼓舞中国的人心 大意是 世界大战证明西方文明完蛋了 甚至还要向东方文明取经 被西装绷得太紧的先进分子 多少缩一口气 一下发现 还是自家宽松的挂袍最舒坦 它甚至是一次席卷世界的风潮 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 那些崇尚西方的精英 都经历了一次西装转民族风的巨变 最接近的是甘地 他脱下西装后 干脆裸出一身排骨 化身为酷刑僧 只有两个国家例外 一个是日本 西服已经穿惯改不回去了 另一个是即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 凯末尔将用西装强行替代 伊斯兰服饰的方式重塑土耳其 虽然长袍是满人服饰 而马褂与满清关系则更为浓厚 但比起西装来 还是要亲戒得多 更何况满清早已垮台 长袍马褂也没那么让人讨厌了 对西装功利主义的热情一旦退去 礼仪上立即出现了大礼服的空缺 怎么天呢 只要在长礼服的褂袍外 再套上马褂 它立即就升级为大礼服了 如果不理解马褂的功能 并不能理解李宗仁的缘分 1948年5月20号10点05分 蒋介石和李宗仁 宣誓就任总统和副总统 身穿蓝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 宣读53个字的誓词时 一身军装的李宗仁立在左后方 两眼平视 双手下锤 做立正状 没有一句台词的李副总统 看上去像跟班 李宗仁回忆录认为 这是蒋介石的阴谋 李宗仁曾经问蒋介石 旧职时如何穿着 蒋介石称大礼服 李宗仁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蒋介石从来不穿大礼服 但还是做了一套大礼服 不久 蒋介石又同志穿军装 结果成了长袍马褂的跟班 参加官吏的民社党主席徐富林特意自嘲 我在民国元年坐有叶伟服一套 可惜现在穿上不合潮流了 当天在场三千五百余管理者服装五花八门 按照西方礼仪身着燕尾服的 除了150位外交使节 只有任司仪的红蓝友 也就是国民大会秘书长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 唐庄呢 其实就是当年的马卦 文化也是任性的 作为大礼服 唐庄的好处啊 就是随意 随便那么一套 规格就上来了 完全无需像西式大礼服一样绷着 任意身材 他都能装得进去 任意动作 他都不会变形 任意气质 他全面 死人活人都适合 如果你已经被大众认为是个人物 甚至已经被大家叫做某某爷 那唐庄就显得太正式 他还是会显得拘着 不舒坦 这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不自信 穿身燕尾服 你就必须彬彬有礼 但穿了唐庄 你也太不好粗生大气 所以啊 必须穿得更低调随意 质量柔和贴身的对筋中式装 如果是深色 袖口必须露出一节白 脚灯白那不斜 这是有文化的任性 北方爷多 稍微大点的局 难免会遇到一堆认为自己应该任性的腕 令人气愤的是 蛇巾上的中国系列播出之后 不少餐馆跑堂的伙计 居然也开始一身粗部对筋中式装 白袜黑不斜 只有细节才能决定是爷还是伙计 在北京这样有文化的地界 不被人误以为是伙计 手腕上一定要有穿珠子 木头矿物都行 金子就俗了 是个爷 哪能不随身带一堆靶架 穿燕尾服 手腕不能挂珠子 口袋不能揣东西 糖装好点 但也塞不了太多东西 光有珠子还不够 一口不整齐的黑黄牙齿是标配 牙齿上的包浆 烟茶造就 旁人无法代劳 不像珠子 找个不爱洗澡的河南咸汉 手盘半年就能像模像样 出了山海观 木头和矿物珠子得改成金的 必须加长 所以只能挂在脖子上 为了和珠子搭配 身上的衣料绝对不能是 看上去像粗布 必须丝绸 这样啊 袖子才会经常滑到臂弯 不经意露出胳膊上 闻着的爬行动物 在长江以北呢 要能hold住这身装扮 光氧度才不行 后脑必须要有槽子肉 它的妙处有二 不跃时 耿着脖子慢慢偏过头打量 不怒而自卑 情到憨处时 曹子肉参与共振 直着嗓子嚷嚷时 才能像个爷一样豪迈 南方人普遍对自己不够任性 也少 穿着讲究中规中矩 尤其长三角 极致地辨识上海老克兰 他们小心翼翼地精致 相当不符合中国国籍 活该后继不仁 在南方 敢于脚踩布鞋 一身中式对筋的 多半就是老师或大师了 师和爷不同 必须相貌清绝 一看就是参风引路修炼出来的 所以服装质量无所谓 但颜色必须淡雅 换上北方装束 那就真成了伙计了 保险起见 湿的鼻子上一般都有一副眼镜 以黑框圆眼镜为意 南方的湿啊 必然是沉思状的 脸上挂着常年便秘的痛苦 即使偶尔一笑 也要让人看到背后的忧伤 牙齿必须整齐 至少不能有包姜 商人穿上糖装 就差不多等于宣告自己是如商 或打算成为如商 若是穿了对金中式衫 脚灯远口不斜 那肯定是已经误出了道的 起码是正在误 唐装中式对金装的最大妙处 是布扣子下 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六个字可能蕴含的一切正面意象 它之所以可以附加无穷多的文化想象 要诀便是休闲 随意和任性 所以啊 未必一定非得唐装对金衫 只要能穿出这感觉来 境界反而更高 譬如中科院院士李小文 网上热议不是因为其专业 反正大家都看不懂 而是他随意的穿着 外表不羁 但是有着先锋道骨 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本色 随性 那么质料颜色和长短 也有什么讲究呢 蒋介石的金气神 非常适合穿西装 但他一辈子只在两个时段 穿过西装 也就是留日本期间 和1927年8月14号下野期间 唯一一次穿大西装 是1927年12月和宋美龄结婚 服装上蒋介石是个复古主义者 喜欢长袍马褂 蒋介石能把他穿出大礼服的味道 两者在颜色讲究上完全一致 都以身色最为隆重 长袍马褂被他穿到1975年 他呀 或许是长袍马褂的最后守护人 上井冈山前 毛泽东一直穿长袍 但钟声不曾穿过马褂 对穷书生不但太贵 而且派不上用场 相比蒋介石 钟山庄在毛身上 才真正穿出了大人物的随性 蒋介石身板挺拔 钟山庄有明显的收腰 修身合体 而中共领导人的钟山庄 宽松舒适 下摆肥大 有中式挂袍之感 由于长袍马褂属于反动阶级的服装 所以啊 钟山庄是新中国唯一的礼服 甚至是长服便服 他自然回答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如何让钟山庄之间 有大礼服 长礼服和便服之分别 质量颜色长短 可以让钟山庄分割成明显的档次来 普通人穿的布料 和手掌们的泥布料 可一眼分辨出档次来 更重要的是颜色 与西式大礼服以黑色深色为贵相反 钟山庄的颜色位格是以浅色为贵 顶级手掌的钟山庄 不外乎浅灰色系 青色系 浅蓝色系几种 同样是高级尼亮钟山庄 但位阶次一等的手掌 则是深蓝藏青 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到朝鲜 中国越南都是如此 好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凡素 我们下期再见